33年的話是一百年的三分之一 花了百年的三分之一的時間來爭取到 談不上太高興了 只能做擦勘安慰了 我們已經很清楚地表達 而且否決了 大法官748號裡面 如果你要保障同性結合他們的權益的話 你不能夠來適用民法 修改民法 但是它這個法律是用迂迴的方式 用很多准用的方式來用民法的規定 所以它這個專法 其實就是一種投機取巧 四字七字八講的 如果說訂不出一個平等 真正平等保護的專法的時候 我們是准用民法 所以他們變成說 他們自己在挖坑給自己跳 它如果說就默默地 讓這個版本通過也就好 如果說他們真的要把每天都刪掉 到時候的專法不符合七十八 我們就准用民法 今天如果說我們直接適用民法的話 那請問那我們還需要立法院嗎 就所有事情都大法官就決定就好了嗎 而且問題是 請問你如何適用民法 你的法源是什麼 你依據的是一個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那人民有同意嗎 有法律嗎 沒有嘛 人民的意思是不是透過國會來表達 那既然國會沒有一個人民的結果 但是大法官就說可以 就按照我的解釋 所以看來我們國家是大法官治國嗎 憲法可以破除公投 公投不能破除憲法 目前台灣的反通團體就妄想用公投來破除憲法 這個是這個是不對的觀念 我認為他們希望在選前比較長的時間 就是能夠先去處理這個議題 因為等到選舉前夕的時候 我相信這類的撕裂的討論會更多 那到時候不管你要偏向哪一方 可能都會得罪另外一大半的人 所以長痛不如短痛 先做會比較好 但是至於說做了這樣子的一個修法之後 能不能得到2020民進黨執政的更多的支持 我覺得倒未必 後悔 Anfang日 無